前接见来自日本的重量级学者 当时他自称自己是早到 而且对日方的迟到不计较 没想到是遭到了重量级学者 松田康伯PO文打脸韩国瑜 认为是联系上有问题 并非日方迟到 而这样的言行举止争议 现在遭到日方的这个媒体报道 可以看到有网友是PO出了一份 来自日本财经周刊中的报道截图 而在上头可以看到这一行 其中韩国瑜有了一个新绰号 叫做持刻模 意思就是很会迟到的意思 而这一篇报道全文主要是叙述 这一次的迟到早到争议 而且还提到了在今年7月的时候 韩国瑜自称是受到日方的邀请 前往日本来进行访问 不过日本驻台的代表出面澄清 认为是韩国瑜提到自己要到日本访问 并非接受邀请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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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